菁姐 我这么有名 大家扫一下菁姐的二维码 不要脸 我叫李静 然后应该跟金哥是这里面最大的了 你说我叫李静 王源就 什么意思 有点顶着了 王源今天吃了两碗饭 不吃饭 而且他吃的特别香 其实我心里刚才有点惆怅 你知道好吗 他吃两碗饭都不长肉 我现在吃点主食就长在身上了 没有这个特别开心 菁姐 情绪了 你能让我说话吗 她说她吃点主食就长肉 今天比如说天特别好 她呼吸新鲜空气 中半斤 转化力特别高 其实我这次 我这次来 我是喜忧参半的 优是因为我又得跟戴珍在一起 你以为我愿意啊 因为他就是太了解我了 他老在黑我 但是我又离不开他 因为他就是特别懂得照顾人 我什么都记不住 然后忘拿的东西他都有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次我挺开心的 因为特别忙 我觉得能跟大家在一起 其实我在生活上是个特别低能的人 因为我就是丢三落四 所以大家包容一点 我就比较大大咧咧的 我说完了 该你了 好 我叫戴君啊 他是过气歌手 当红主题 我95年到北京发展 当年唱了阿联 96年就红了 然后97年就过气了 速度特别特别快 王源听着点啊 老一辈惨痛的经历 特别惨 就红了一年 这些都是古时候的时候 我走红到过气你还没伸出来 所以真的特别特别惨 然后到了2000年实在混不下去了 刚才小陆问了我一句话 说你家里现在装修还是像夜总会吗 我是不是像夜总会 我把家里装的 装成一个演播室了 客厅是玻璃地板 地板下面都是灯 后来隔了很多年 我就自我反思一下 是当时自己没有舞台了 然后就开始自己做一个舞台 心里暗示自己还没有过气 到了这一年 我就认识了静姐 我们一起做了这个超级访问 就人家说咸鱼翻过来还是咸鱼 翻过来我变鲜鱼了你知道吗 所以就在那一年咸鱼翻身了